在國樂隊的悠揚樂聲中 廟宇後方的廚房也正熱鬧的炒著青菜 附近的阿公阿嬤聞香而來 這裡是宜蘭縣政府開辦的 長青食堂關懷據點 這一天他們要展開一起吃飯的日子 長青食堂裡準備了美味佳肴 希望獨居老人走出門來 到關懷據點 與其他的老人家一起進食 獨居的老人家多半省吃減用 平時常常一碗粥一碟菜 就解決了一天的三餐 不但食品營養令人堪虑 獨自用餐的孤獨心情也讓人心疼 因此長青食堂每天都會有家政般的義工 烹煮熱騰騰的飯菜 邀請獨居的阿公阿嬤一起用餐 談天說地 長青食堂關懷據點 也有主動送餐的服務 把熱呼呼的便當 用腳踏車載及便的方式 送到行動不便 無法出門的老人家裡 在高齡化的社會 需要有更多身心健康的長者 才能減緩醫療資源的挹注 提高老人化健康指數 雪水新聞 吳芷雲 吳亦玲採訪報導